周线图就知道了 其实我在前两天有跟各位讲 我说这个礼拜因为成交量一定急缩嘛 现在看量就知道 成交量一定急缩 所以这个礼拜的周K线 最好能够收黑 那这个礼拜的周线的开盘 开盘在7934 所以今天收盘最好收在7934的下面 那么周K让它收黑 搭配量是急缩 形成一个凹动量 反而对行情是有帮助的 但是结果今天并不是 好我想各位看到 今天最后周K是小红的 所以你看到下面搭配的量的急缩 它变成是一个红的量的急缩 那这种红的量的急缩 那就是一个明确的量价背离 这种量价背离 它不代表说下礼拜一定马上就要跌 因为那跟未来两天的美国股市 欧美股市有关 但是基本上它就告诉各位 如果这一周是这样收 即使下礼拜再涨 因为下礼拜顺着短线的气势 假设欧美股市没什么太大问题 下礼拜还有稍微再向上反弹的机会 可是呢即使下礼拜再涨 第一个空间会非常有限 第二个进入四月中旬 也就是三月营收全部公告完毕之后 进入四月中旬 由下下礼拜开始 恐怕多方就吃力了 换句话说 四月中旬过后 越接近四月下旬 就越容易出现明显的回荡 而且因为 可能各位说 这个礼拜这样收 怎么会影响到后面那么多 其实就是会 没听过蝴蝶效应嘛 就是如此 所以这个礼拜这样收 那么从技术面 因为我们技术 所谓技术分析就是过去 很久以来的统计资料 我们会统计说 过去碰到这样的状况 往往它代表背后什么意义 它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那么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讲说 它代表发展是 在四月中旬或者下旬 会出现一次 比较明显的回荡 甚至那一次的回荡 不排除 不但会破季线 而且有下来探半年线的机会 甚至年线 这个是我先预告在前 那么我比较喜欢讲在前面 那当然那是 比较后面的事情 不见得是下礼拜就发生 可是这个礼拜的周线 将会预告 未来会有一次 比较明显的回荡 当然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在这边 这个我跟易华一起在这边 为各位去做这个分析解盘 所以各位也不用太过担心 不用担心 柯总随时都会告诉我们 对到时候真正要发生了 因为我们现在先预告嘛 到时候真正要发生 转折向下了 能量一定会告诉我们 所以到时候 我们会提醒大家 所以每天都要锁定哦 柯总一定会告诉我们 到底什么时候 会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但是今天其实盘面上 最大条的事情 还是金融股嘛 因为现在说中国的工商银行 他们要参股永丰银行 但是柯总 他是用净值的价格去计算的 所以夏市长说 会不会这股价 有一点点委屈呢 而接下来 大家也开始期待了 会不会有下一档的 所谓的永丰银行出现 像今天盘面上 涨最凶的就是国票金融 你怎么来观察 其实真的有一点小失望 就是小委屈 那么因为各位知道嘛 之前台湾的银行 去买大陆的华谊银行 是净值了两倍耶 好那现在大家原来期望说 就算不要两倍好了嘛 至少应该是净值的1.5倍起跳 那是一个基本的跳板 结果竟然只有净值了一倍 当然我还是要强调 它的战略意义 或者说策略的价值 绝对大过它价格的意义 好跟价格这个价值 所以在长线上面而言 是OK的 长线上面 至少金银三会 才刚结束 马上就有人开了 这个第一枪 马上就抢了头箱 好所以代表说 这件事情 未来会不断不断的发生 好所以在长线 两岸交流的意义上 两岸互相参股合作 这种策略意义上 我认为是值得嘉许 而且值得期待的 只不过因为是这样的价格 它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它会产生 第一个 今天短线去追永丰金 追在一开盘涨停板的 马上现赔半支多停板 这是第一个立即的效果 那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立即效果呢 很简单 大家马上想 好那如果是净值 那股价高过净值的部分 是不是就高过的呢 其实这个逻辑不见得通 不代表说 对岸来参股是净值 那么就不应该高过净值 不是这样子 可是毕竟金融股过去涨了一段 我讲了 金融股如果是在低涨 不会有这样的影响 但是因为它涨了一段之后 出现这个价格 是让大家shock 是让大家突然吓一跳 怎么会是跟原来大家所想的价格 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价格 所以只要股价高过净值的股票 在心里面就会受到压抑 所以发现 今年股价高过净值的 就容易被压抑 股价在净值附近的 或者股价低过净值的 今天就会有比较强的涨幅 像国票金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 大家想 永丰金是民营比较小的金控 那么国票金更小的金控 应该更有机会 所以马上会联想到国票金 甚至像今天的什么 远东营 安泰营 都会被联想 但是大部分金融股 股价都是高过净值的 对不对 所以整体的金融股 一定会被压抑 在心里面上 至少在短期上面 所以会建议各位 在金融股操作上面 第一个 它绝对是长线的利多 这个长线利多 并不是利多出镜 第二个 在短线上面 它会休息整理 包括下礼拜 可能金融股就退位了 下礼拜的主角 可能就不在金融 可能会是在 三月营收公布出来的 电子股 中概股 或者是各个业绩股的身上 转机股的身上 所以金融股 长线可不可以 可以 短线要不要追 不要追 就这么简单 就是你要等 未来拉回震荡整理 从长线的角度 再来做分批低接 但短线上面 你去乱追金融股 就很容易像今天的 永丰金一样 出现短套 那么长线上面 因为关股金说了 关股不会让 一股都不会卖出 所以你就先把关股 放旁边了 你要去想 谁是下一个永丰金 一定是民营的 然后规模不要太大的 那银行 当然更容易 那金控可能就是 规模小一点的 那应该 它也不会是 直接参股金控 它是参股金控 底下的紫银行 那当然 对整个金控 还是会有 非常重要的策略面影响 我想这是金融股部分 提供各位参考 所以柯总 今天这个国票竞技市 已经上涨了五个百分点 但是还是 算是高了 如果下个礼拜 我依旧持续看 我就是不死心的话 买进去有可能就套住了吗 是这个意思吗 对 短线追高 有可能套住 但是呢 如果你不怕 反正我就是看它长线 那也OK啊 就像 各位知道那个 巴菲特 他在买中国石油的时候 是一路买一路套 整整被套了三成 也就是说 第一笔买的赔了30% 然后才开始一路大赚 那如果你可以忍受 那当然不会那么严重 不会那么多 顶多 假设你去追高 顶多可能回个 5% 7%等等这样子 但假设你能够忍受 它的时间 的煎熬 或者说 忍受短线 价格的短套 那OK啊 金融国的长线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只不说 那就看各位 你自己的口袋深不深 或说 你能不能够这样去忍受 还有一点哦 如果 你在买股票的时候 你有这种长线概念 就是 我管它短线怎么震荡 短套我也无所谓 拉回来我再接 大不了我再接 那请各位 你千万不要融资 一定要用限股 不要忘了 如果用融资的话 可能跌个20% 你就追脚 你就要断头了 好 所以 记得 短线 你才可以有融资的机会 做中长线 没有人用融资 一定要用自由资金 这个风险的概念 一定非常重要 是 所以金融股 如果真的要操作的话 就要放长线嘛 我要长期抗战的 心理准备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要关心的是 其实最近 柯总刚刚也说到了 可能今天 周线部分收红 但是我们看到 周量的部分 是还蛮少的 1800多亿而已 所以看起来 好像有点量价背离的感觉 影响到的是4月中 可是下个礼拜 马上就要到啦 下个礼拜 大家投资人会比较关心的事 到底会怎么样的变化呢 柯总现在选股的一个逻辑 有改变吗 在下个礼拜 如果我们要来选股的话 还是要着重哪几个部分 好 那么选股才是关键 我一直说 选股跟操作节奏 操作策略 是蛇年你要赚钱的关键 因为蛇年很可能 加权指数 那么说不定高低 都不到1000点 它就像蛇一样 在那边蛇行 但是呢 个股却会大涨 有的会大跌 那个幅度跟 那个精彩度绝对可期 好 所以你的重心放在选股 就像我说了 4月中旬过后 说不定会有一次 可能两三百点 甚至三四百点 甚至更大一些的 拉回或者这个下跌 可是你信不信 回个三四百点 有些股票继续创新高 绝对会 好 所以选股是重点 好 那既然如此 我们来看看 就下个礼拜而言 选股的重点 操作重点在哪里 当然是在 三月营收 跟第一季季报 而且 今年的三月营收 比过去很多年 都要来的重要很多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去年是台湾整个经济的一个谷底 对不对 去年台湾上半年的GDP 这难看到不得了 所以去年的基期低 然后从去年下半年 主要是第四季开始 陆续有转机 而且很多族群 是在年底才开始转机 包括我们说的四大转机族群 从面板到记忆体 到LED 到太阳能 都是 好 都是年底开始 但是呢 年底开始 去年第四季 大部分都还是不好的 还亏损的 那今年一月还不错 可是二月又碰到天数很少 马上掉回去了 所以看一二月 好像又看不太出来 到底是因为天数的影响 还是真正怎么样 所以 我告诉各位 包括我们在内 非常多的法人 都关注在三月营收 换句话说 之前追踪的很多 要转机 要成长的股票 就看你三月营收了 三月营收一出来 管你是丑媳妇还是美媳妇 都要见公婆 所以马上一翻两瞪眼 所以下个礼拜 你绝对会看到 个股出现相当大的涨跌的变化 有些股票一宣布出来 啪 直接拉涨停 有些股票一出来 惨了 直接往下灌 所以下礼拜 你一定要非常仔细 在这个部分 换句话说 三月营收 第一季季报 亮丽的 当然是选股的首选 好 问题来了 各位说 我又没有那条电话线 我怎么能够事先知道 三月营收跟DGG报 我告诉各位有方法的 什么方法 两个概念 第一个 既然是从去年的第四季 开始转机 你先看看去年第四季 你不要去年只看整个年报 你把全年的扣掉 前三季就是第四季 看看去年第四季的状况如何 再搭配一二月的 你把何季 你不要看单月 因为二月会掉下去 你把一二月加起来的营收 合并营收 去跟去年同期来做比较 去跟去年的十一十二月 去做比较 好 那么 就有机会去推估 三月份跟DG 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从妈妈看儿子 什么叫做从妈妈看儿子呢 你看今天台积电概念股 是不是会大涨 对 汉维科 鼓王 掌听在攻鼓王 好 那么 我想台积电概念股 我们讲了非常久 在所有的媒体 从去年底 今年初我们一直讲 她就是一个 有非常丰沛 丰沛奶水的妈妈 叫做台积电 她喂养了非常多的小孩 而且都养得白白胖胖的 所以呢 你就去看啊 有哪些妈妈真的长得 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不错 那么奶水非常的充足 那就可以想 她喂养的小孩 可能会不错哦 例如中概股当中 可能就有相当多 类似像这样 当然上半场 时间有限 下半场我们会 完整来谈谈 在中概股当中 你看汽车族群 有上中下游 自行车 你看美丽达长成那样子 还有上中下游 对不对 包括像什么 像纺织 像甚至像宝城丰泰 你看丰泰长成那样子 今天宝城补涨 第一本一笔补涨 所以这一些 所谓从妈妈看小孩的 也是各位下礼拜 非常重要的旋骨逻辑 好 刚刚柯总说了 从妈妈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因为有些妈妈嘛 现在东西太多了 奶水太多了 干脆要赶快喂给 他的小朋友来吃 那么我们稍后呢 马上回来要告诉你 接下来刚刚柯总提到的 中概族群 谁是接班人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到能量新思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